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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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 Microsoft 应用 点击仅限 Microsoft 应用 选择Canary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 Windows 11 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 Windows 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等待更新完成 现在更新已完成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 C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刹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 Windows 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 盘的大量空间会被占用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以前的系统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点击移动设备 点击允许此电脑访问你的移动设备后面的滑块开关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 点击添加设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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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手机上的连接至Windows 点击我有Q2码 扫描Windows上的二维码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验证码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密码 允许所有权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ndows上点击继续 这样就完成手机的添加了 此时可以把Android手机变更为电脑摄像头 当手机拍照时 电脑会立即收到通知 新版Windows 11还可以在电脑上直接管理Android跟目录 先来演示一下手机拍照 Windows 11收到通知的功能 打开手机上的相机 任意拍摄一张照片 Windows 11右下角收到了通知 点击打开图片 可以任意编辑 也可以对图片进行文字识别 现在将手机变为电脑的摄像头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点击摄像头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连接的手机摄像头 现在同时显示手机的画面 在手机上还可以直接切换到前置摄像头 也可以暂停视频 还可以直接在Windows 11上对摄像头进行旋转操作 再来看看通过Windows 11的手机连接 当手机连接与Android手机配对后 不仅可以在电脑上打电话 发短信 还有更多实用功能 后面的连接过程与前面的介绍大致相同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点击移动设备 点击手机连接后面的滑块 点击手机连接后面的滑块 点击Android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好 打开手机上的连接至 Windows 点击我有Q2码 扫描 Windows 上的二维码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验证码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密码 允许所有权限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 Windows 上点击继续 这样电脑就与手机配对成功了 在手机链接中点击在移动设备上显示的 打开设置 在 Android 手机上点击连接至 Windows 授予通知使用权 现在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发送短信 输入收件人的手机号码 下面输入短信内容 点击照片 可以查看手机上的图库 还可以直接删除手机上的图片 点击最近更新 可以查看手机连接最新的功能列表 任意点击一张图片 点击工具栏上的文本 可以对图片进行文字识别 当手机不在身边或找不到时 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手机就会播放20秒的默认铃声 点击解锁所有功能后面的下角标 点击开始 就可以解锁更多的实用功能 有些功能只对特定型号手机起作用 比如屏幕镜像